因為我覺得它比較輕 好啊 借我一下 就是我們自動傘在開收的時候啊 就是記得都先幫我們稍微耍一下 讓部骨分開 不要去勾到 這個不要去勾到骨頭 對 不然有衝擊液的情況下 骨頭都容易有狀況 垂直往上 收的時候不要直接拉 也不能拉著 幫我們收這樣頂傘 頂旁邊的骨會歪 在這邊頂傘的屁股 因為狠握你沒跡點容易滑 不小心扭到 幫我們雙手合心 這是有安全分段收 想收哪就收哪 怕它彈出來 那記得幫我們壓到底 不管你怎麼壓都會打不開 就可以再一次開 那看一下說25這個大小多 這感覺不錯 這次要幫你開開看嗎 這是巴谷賴峰的 那這個是日本動力度 不動力度很高 然後這一個嗎 這一把的話也是走耐風系列 八根骨 所以會比較耐 又有安全分段 這兩個其實很像嗎 很像 插在布料跟收的方式 這隻沒有剛剛的安全分段 那這隻有 這隻有 那我看看 那我看看這個好了 好 謝謝 谢谢大家